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公布13组通过初审的青年学子创意提案 基隆市长谢国良应邀出席 对于青年朋友的提案表示感动 希望能够协助这些青年的创意在基隆实现 开创新未来为合作主轴 广征全台青年朋友对市政各部门提出创新点子 主办单位新美市长侯友宜 邀请了金融市长谢国良 台北市长蒋万安等八县市首长出席入围发表会 去年我也一样在阳县展主政我也特别去参加 今年我们八个县市谢谢大家都一起共同合作 尤其今年的主题很清楚 就是让年轻朋友青年创意四级 攜手新世代共创新未来 让青年朋友的议题可以在政府部门 或是在企业界能够落实 用这样一个态度 希望青年朋友乐于创意 勇于创新赶于创业 为我们下一代的年轻朋友 开创出国际的视野 也让他们能够落实他们个人的梦 所以其实谢谢我们各县市 都有这样一个态度 让年轻朋友有机会 可以在各县市在台湾立直放远国际 在看了十三组通过出审的青年提案之后 金融市长谢国良相当感动 也欢迎青年团队和市府单位联系 让这些提案在金融实现 有更好的一个方案 金融市都愿意跟各位更深入的讨论如何来完成 包括VR传统公益回归这个 也都非常的有意义 那叫U-Sport 什么概念呢 我们希望鼓励台北市民规律运动 什么意思 我们台北市历年调查 我们找出前十年 市民朋友规律运动的比例 大概都在38%上下 一直很难突破 所以我们先设定目标 我们希望回归运动的人口比例达到40% 那要怎么做 从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有一个U-Sport计划 也就是让市民朋友 我们先设定一个目标族群 我们第一步先从25岁到64岁这个族群 因为年轻朋友可能在学校固定游上课 长辈可能固定在台北市运动中心有优惠 我们针对这个族群可能因为很多上班族 他很忙 我们透过政策工具吸引他们运动 我们先规划12次免费运动 利用台北市的运动场馆 然后呢所谓动越多赚越多 一样的基点数 我们叫做U-B 钱币的币 经过初审 总共有13组团队入围 预计在下半年角逐经营同奖 不仅能获得最高10万元奖金 提案的政策构想也有机会提供政府部门采用 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 记者黄绍民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谢国良应邀回到母校政治大学 和行政管理学硕士学程的学生们 分享就任以来努力推动的政策 包括干净家园 绿色运聚 以及室内儿童乐园 还有比中央更早提出的友善行人等政策 这些都是为了下一代考量 期许让基隆成为家园城市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他在民国97年到102年期间 曾在政大法学院修读 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母校来演讲 他说现在小爱爸爸比谢国良还有名 他现在的政策出发点都是为了下一代考量 希望把基隆打造成有爱的家园城市 他把基隆当成自己的家 把市民当成家人 因此要推动干净家园 行人友善 道路环境改善等等 这不是什么大建设 这个也不是什么能够告诉大家说 我现在做了一个东西很了不起 然后是全台湾唯一有用 没有办法 但我觉得这个却是我刚刚提到的家庭城市 就是我把基隆看作一个家 然后我把市民看作是我的家人 你会希望你的家人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你就要努力去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谢国良也特别提到 目前讨论度很高的青年电动机车专案 不仅可以优化通勤环境 透过政府补助 让年轻人还可以公益回馈社会 节能减碳 那我的第一个硕士是在MIT的管理学院 Slong念的科技管理学的硕士 我很了解大厂它的一个 大量生产的这个生产的单价 是可以被降低的 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这样政府补助多一点 然后大量跟大厂来溢价 然后把一个这个百分之一百的这个电动机车价格呢 能够砍到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 谢国良也强调因应基隆多雨的天气 市府将使用率偏低的空间 打造成室内儿童乐园 让儿少轻盈族同乐 那我很喜欢共融这个态度 我很喜欢把一些特殊孩子 跟一些正常孩子 在一个我们计划好的环境 让他们共融彼此去学习 尤其是让正常孩子要有同理心 照顾一些特殊孩子 我也希望在校园里面看到 初中高中的年轻朋友 可以看到原来就在一个校园空间里面 有长辈我们要照顾 或者是有很可爱的孩子 我们正在托育他们 所以我觉得共融是我这辈子很努力 不是那一辈子 就是说在我这个任内很想要去打造 所以我会很努力的把这些照顾的环境 去把它落实 同时也引进产业并增加就业 推动三大园区产业升级 创造工作机会 让优秀青年回乡就业 靠着台北延伸过来的这一段 我觉得未来我们要大量的发展 所以我跟各位也报告一下 虽然说我嘴巴有在念这一句贵 然后并不是说你说多少我都要那个 但我心理上还是要盖这个捷运 因为我知道捷运这周边做大量的发展 这个是对基隆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基隆带向的方向就是 你唯有新的发展 短期拼生活 长期拼产业跟就业 其实是我的很清楚的两个策略 就是长期来看 我也希望小爱长大以后 在基隆就有很好的工作 有一个很不只是好的工作 而且一个完成的职场生涯的 一个培养的一个产业圈跟供应链 可以让他们觉得在这边是有未来的 现在即便在基隆有一些工作 可他不一定能够一直往上 最终到一个程度 他还是要离开基隆 那这个就是因为基隆没有那些产业的聚落 没有那些就业的基地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针对行政院撤销基隆护海公投 市长谢国良重申遗憾之外 也表示市政府将依法提出夕院 也强调会寻求所有可能的救济程序 来维护民众公投的权利 针对行政院撤销基隆护海公投 市长谢国良召开记者会重申遗憾之外 也表示市府将依法提出夕院 维护民众表达意见的权利 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 也感到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们主张这个原本就是 基隆市民可以实行公投权利的一个内容之一 所以本府呢将会针对基隆的护海公投 会先提出夕院 我们会依据夕院法第一条第二项 各级地方自治团体及其他公法人 对上级监督机关之行政处分 认为不当致损害其利益者 我们会提出我们的夕院 我们认为这个公投当初在第一阶段联署后 送到市府的时候 假如那个时候的前市府愿意批准 事实上就能够进入到第二阶段 所以近日行政院在说的 这个是中央管事项 非属地方自治管 本府认为不认同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不能够剥夺民意表达自己新生的一个空间 我举例好了 最近这个我们地方上的民进党团 有发动了慰问金的公投连署 虽然他们的立场前后完全不一 之前是反对的 但现在却要连署 可能就是要求求我们的市府或执政党 但是我们面对这样的公投连署 依然是欢迎 依然是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公投是民众最基本的权利 以此论推 为什么连民众公投的机会都不能够拥有呢 政府有权做最后的决定 但是民意的声音 你不能够把它扼杀 不能够把他的嘴捂起来 我们感觉到执政党就好像是一个暴力犯 不但已经做了不应该的事 还把被害人的嘴巴捂起来 不让他们发声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央政府 对基隆民意的一个实施的一个方式 谢国良也表示 如果塑苑没有办法维护民众的权益 是否也不排除走向行政诉讼 假如塑苑仍然没有办法维护民众的权益 我们也不排除走向行政诉讼 我们针对于基隆民众公投的权利 我们不会自我放弃 我们会走一定可能所有的救济程序 救济手段 我们都要进行 甚至如果有一天 我们必须要请大法官会议 来帮我们做宪法上面的解释的话 我们也会 好好地往这一条路继续迈进 市长谢国良最后强调 政府有权做最后的决定 但是不能扼杀民众发声的权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立民传国中篮球队血耻成功 去年参加JHBL以及联赛 只获得第四名 今年卷土重来过关斩将 立刻劲敌 再次勇夺冠军 一项非常关心中小学运动事务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特地办理庆功宴 请篮球队员以及教练等人大弹火锅餐 感谢他们的努力 为学校也为基隆市争光 民传 民传 民不虚传 把冠军奖杯献给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分享民传国中篮球队永不服输的精神 精益求精民不虚传 苦练球技迎来的至上荣耀 一次打全国赛的时候 我们就比较打比较专心 然后很谢谢教员 这样子一直一路以来的教导 然后也很谢议长清文池这一次 其实未来每一年我们都不敢讲说我们会有拿到多少成绩 那就走一步算一步 那其实小孩子的进步幅度其实是很难以想象的 对那其实这一批会拿到冠军 其实当初会觉得他们其实是不错 那你说能拿到冠军其实我们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 他发现他们吸收能力很快 那其实这一届拿冠军其实 每一届其实都很开心 那其实这一届拿冠军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们不服输的精神 更是让人感动 基隆市立民传国中篮球队血耻成功 去年参加JHBL以及联赛只获得第四名 今年卷土重来过关斩将立刻竞敌 再次勇夺冠军 一项非常关心中小学运动事务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不但在冠军比赛时特地到现场观赛 为球员们加油打气 拿下冠军后更亲自办理庆功宴 请篮球队员及教练等人大弹火锅餐 感谢他们的努力为学校也为基隆市争光 我想民传国中长期非常正规的训练 在徐伟胜教练的带领之下 那我们王淑芬校长也全力来支持 那我们在睽違一年之后 我们男生又拿下遗嘱的第一名 那我非常的开心 我一路看着每一届的小朋友这样成长 然后看到大家的辛苦的训练 我想今天我们特别在这个竹火锅 也是一个篮球胜地 我们小春哥他非常热爱Jordan 所以他就开了一间Jordan的球鞋展示的一个火锅店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特别办在庆功宴 特别就办在竹火锅 邀请我们男女生的全体队员 包含全部的教练 大家一起来庆功 那鼓励他们继续来努力 那我们希望未来一届一届的 我们会持续的关注篮球队的发展 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基层教育 可以的传境越来越好 鸣传国中篮球队在108、109学年度 连同这次111学年度 总共拿下三次JHBL以及联赛全国冠军 暖暖区金华街发生一起民宅大火 消防局出动四个分队前往灌救 控制伙事之后进入屋内搜索 在二楼卧室发现一具女性尸体 基隆市长谢国良文迅也赶到现场关心灾情 而真正起火原因 有待警方及监视小组进一步调查 民宅顶楼铁皮屋不断窜出火蛇 熊熊火焰直冲天际 连数百公尺远都能看得到 消防局不断呼叫资源 水箱车一辆接着一辆赶到现场 暖暖区金华街民宅 24号上午11点发生火警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局总计出动四个分队前往救援 我们总共有出动了12车28人 那到达现场的部分 初期指揮官已经发现 在二楼三楼已经有串出火蛇跟荣烟 那我们就是采取部署方式 首先是先局限火势 防止向前后左右去延烧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采取了入室的做抢救 那我们有发觉到疑似有人在二楼受困 那我们就是第一时间进入到火厂 火势经过半个小时抢救 终于控制住 消防队随即进入火厂 在二楼卧室发现一具女性大体 那个我们现在已经火势扑灭 在做残火处理 那刚才在现场我们的见识人员 找到一个可疑的可疑的铁罐 我们必须要回去再回去 再做一个调查 金融市长谢国良第一时间听到火警消息 也感到现场关心 亲自慰问举时逃出的老奶奶及一名外劳 由于银居表示当时有听到爆炸声响 还有疑似女子的求救声 警方及监视小组已经进入火厂 采集相关激震 逐一厘清火警发生原因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道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乖书呢 要来乞书呢 但是我要去银行缴纳使用牌照税 现在用手机就能缴税了 收到缴款书后下载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QR口就可以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ATM转账等 多元缴纳管道都可以选择了 管师妹上车带我去多多工 多元缴纳不可管 一路顺畅安心 GO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眼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礼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此一次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败哦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 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政治上的最新消息 民进党基隆市立委提名初选 4月24号晚上进行电话民调 民进党中央4月25号公布民调结果 由基隆市议员张炳钧胜出 至于正式提名名单 将等民进党中职会通过后公告 昨天民调之后 今天就公布了 那么当然是由我们 三位都非常的优秀 那由我们张炳钧张一言 来胜出 那都在无差范围之内 三个人非常的紧张 那么民调的数据都非常的靠近 那张炳钧就以稍微微的胜选 的民调来胜出 今天其实中央党部有公布了 我们基隆市立委初选的民调 那平均其实是稀微的选胜的 我们不管是郑文廷总召 或者是张志豪议员 那其实这两位 不管是我们郑总召 或者是张一言 其实都是我议会的好同事 也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民意代表 那这一次其实我们三个人 都是各自发挥自己的优点 然后来取得我们所有基隆市民 大家的支持 那虽然说我这一次也显胜了 我们两位优秀的同事 但未来其实我还是会借用 这两位优秀同志的长才 然后来去跟他们拜访 然后也要让我们的党内的团结一致 可以让我们在明年 不管是总统 或者是立委的大选 然后顺利的守住我们基隆立委的这一席 那其实因为我们基隆市 不管是有邻近的港务公司 港务局 甚至国务裁案局 这些的部分 其实我们基隆有很多土地 都是跟这些公价机关有关 那未来秉均如果要是顺利 当选我们立法委员的话 我觉得我会去跟我们国务裁案局 或者是港务局 港务中心等 然后是不是把一些闲置的土地 可以我们有效的利用 不管是增设我们的停车场的空间 或者是公园 我觉得这部分都是我们基隆市民 热见 而且想要看到的民生政策 那包含就是说 其实大家有一直看到快捷公车 因为交通的快捷 对我们基隆是非常的重要 那秉均其实之前跟我们蔡司令立委 有共同推动 我们不管是1813D 150B跟C的快捷公车 而我相信秉均如果未来 担任我们立法委员之后 我会来积极的跟我们公路总局 来去协调 如何让我们的快捷公车 班次更加的多元化 然后把它作为一个 有效的交通的接驳 然后让我们的 不管是通勤组也好 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外线市 愿意来我们基隆这边 观光消费的也好 作为一个有效的交通系统的连结 其实不管是林沛祥 或者是我们何淑平议员 两位其实走的方式都不同 一个走的比较轻跑地方 一个是注重的是 我们通勤组的这些交通的政策 当然最后他们两位 不管是谁出现 我们民进党还是都会谨慎的 去面对我们即将会遇到的对手 那我们还是一样 用民进党我们团结一致的心 然后配合着我们赖清德的总统 然后我们来共同推出一些 有效的政策 然后全党团结一致 然后赢得这次的大选 国民党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金融市部分 确定将由现任市议员何淑平 以及林沛祥两人进入初选阶段 经过国民党金融市党部协调双方 达成共识 将在5月11、12以及13号 连续三天 有两家民调公司进行全民调 5月15号正式对外公布结果 国民党金融市党部特地邀请登记 参选国民党第十一届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金融市部分的两位参选人 现任市议员何淑平以及林沛祥两个人 说明初选阶段 经过国民党金融市党部协调 双方达成共识 将在5月11号、12号以及13号 连续三天由两家民调公司进行全民调 5月15号正式对外公布结果 我们金融市党部已经跟两位参选的 何议员跟林议员已经协调好了 我们积极在11、12、13 用全民调的方式来做民调 请两家民调公司准备在5月15号公布 国民党金融市党部表示 党中央提供9家民调公司 在由何淑平以及林沛祥选出两家 双方都同意的民调公司做全民调 各做至少1068份有效样本 不过民调细节部分 包括要对比主要对手民进党三位 参选党内初选民调出现的现任市议员呢 还是要对比现任立委蔡世英呢 甚至于是对比前基隆市长 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作为标的 都将在早时间协调何淑平和林沛祥双方的意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吴俊松基隆报导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九点基隆第四频道 欢欣市政 坐回来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喔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 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喔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离让的车辆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继续推行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 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